Hello,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因果關係 什麼叫因?就是因 什麼叫果?就是結果 你想想,你如果想有一棵橙樹 今天你扔下去的就是橙的種子 有機會就有橙樹 但是你說,還是先看清楚 我們都是審實理財,不要買那麼多橙樹 種子來種 那你一輩子都不會有橙 那你怎樣可以種到橙樹呢? 這個就是最簡單的 先看一件舊的消息 2020年全球經濟都在同一個位置 跳水,插水式下滑 那個叫做疫情 所有股票,大家看看的figure 就會有一個V型 V型的重點就是2020年 2月左右,3月左右就插下去 那些地方就會出現了COVID-19 大流行出現了 影響世界,封城封好,很多事情 但是,2、3月很多地方都要做什麼? 做,喂,預算案 2020年你就做2021年 好了,到2021年了 大家都已經適應了一年了 究竟你怎麼夠企業 各樣東西 大家都有財困 亞洲地區有兩個地方 一個叫香港 香港的官員 一直都說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要審慎理財 我們虽然很多財政準備 但是我們不可以亂用的 我們要審慎理財 另外一個地方叫新加坡 他不是審慎理財 他大膽,他大膽是什麼? 投資未來,要救很多 救很多 救市啊,真的救市啊 救企業啊,救那樣 要做出不同的決定 所以,結果就會在2022年反映了 這個就是因果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 2021年的時間 香港政府就準備要 要宣佈這個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官員一直預告 都是要審慎理財 但是在他之前的一個星期 新加坡就出手了 打破了 他們告訴大家 我們的財政赤字 是自獨立以來的紀錄 但是都是要花錢 去搞防疫抗疫 因為我們要敢於 用這個以前 賺到的錢 對應未來 令到國民放心 這個情況大家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時兩家地方 都說自己大約有三千億港元的赤字 新加坡方面的GDP 在2020年錄得六百四十九億 新加坡大約是三千七百九十億 這個港元 商約價佔國內生產總值13.9% 但是 既然錄得這麼多的財政 但是新加坡依然堅持 要增加開支 增加這個寶座 各方面的東西 去紓解民軍 這個問題 就是財政嚴重 兩地官員的面對問題 就決定了今天是否成功 這個很重要的 為了解決當下財政 新加坡撥出70億當時的新加坡幣 支持短期支援家庭 雇員 企業 推出各式各樣的家庭開支補貼 消費金 以及靠低補貼 來延續航空業 旅遊業 藝術文化行業 這些很艱難的情況 同時又對連續失業 或者發放了 放無薪價三個月以上的員工 或者自僱人士 額外的現金寶座 當地政府將於今年支出 放於醫療衛生 國防交通的範疇 在未來三年再撥240億 來鼓勵創新轉型 包括支援這個企業 數位化和生產鏈 注資運用先進科技 和巨前瞻的行業的企業 喂 疫情打亂了很多 但是他活該還活該 他竟然再尋求要在2030年 達到一系列的碳排放 另排放 綠色環保的經濟的目標 而滿足巴黎協定的要求 香港 有沒有這樣做 沒有啊 是啊 沒有這樣又怎樣 結果就是回憶 還有 大家都一直在焦點 只要開關就碰個六尺 開關是一定會有好的 但是 只有三個可能性 一個是非常好 一個是好 一個是不好 如果不好怎麼辦 或者是好的下限 我們是不是要細分 但是我們沒有預計未來 沒有預計未來 現在靠的是 喂 基建拉洞 基建拉洞 還有啊 你現在開了關 很多人向外消費 你要靠內地的人來香港消費 才可以令到香港的零售銷售 或者其他的有增加 我相信東關之後呢 疫情是一定程度上有影響 但是大家的信心是增加了 但是過了一段短時間 不用太久的 一個多兩個月 一幅圈圖畫 較清楚的時候 大家就沒有耐性了 失去了動力 失去了信心 你想一下新加坡 為什麼在這一兩年間 尤其是2022年 復常的部分 與病毒共存 見面 好 見面